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想必呢在这个看这个视频的玩家呢不少也有用的这个方法 你用的也是这个方法别忘了给我转点免分的赞啊 因为这个长视频不太好干了 每期视频的话呢都给各位续续续续 有这个顺手的就可以点点赞啊 一分钱不花走一走 这个地图呢铁皮可以不杀 杀掉刀手就可以 然后来到了二boss 当年这个二boss呢想必各位呢都是吃了不少的龟啊 这里来看大神的战术啊 把boss摔倒往后一跳 一个反跳这样呢boss起身呢就顶不着咱们了 啊这个 为什么的话呢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就有这么一个套路 看板着一个反跳下跪之后 然后boss起身就顶不着了 然后呢直接三点正跳下跪也行 反正你跳了就行 OK这样的话呢第二关也轻松带走了 三分半啊 之后呢中间有一个打车环节呢 想必各位应该比较熟悉啊 咱们这里呢也就不看了 跳一跳啊 可以看到呢即日系呢有了一个跳动 但是呢全程都是正常距实的啊 这个呃比较不紧凑的这个棒的stage啊 奖励换节这个就是去掉了 而这里呢选择捡这个匕首啊 因为这个匕首的输出比这个钢管啊 要这个高 但是呢匕首没对面打掉了 只能捡起来把大砍刀啊来这个输出 大砍刀的话呢输出频率没有匕首高 攻击力的话呢跟匕首相差无几 所以说呢指定是付这个匕首的一把武器 另外呢就是爆脱手啊 你看这个AB之后这游戏不掉武器 但是呢你如果这个匕首你不想用了 直接就甩出去就可以用拳头了 对吧 这就是这个匕首不如这么啊 不这个刀不如这个匕首的原因 这里是故意掉武器啊 看不看着 故意让小兵把武器打掉 然后打一个摆拳 可以看到呢这里呢 跟他原定方案呢肯定是不一样啊 原定方案呢指定是必须杀 然后这里掉刀打摆拳啊 好 之后也算是把这个突发情况补救回来了 好这样的话呢 再次通过摆拳下最后的三点直接呢拿下了这个Boss OK来到了这个比较让我们不理解的这个环节啊 走你 浩布领就给摘走了 你说兄弟你浩布领摘走你倒给他绑上了 你跟他打了一台 你还给他留一堆武器 你说你是不是虎 这个环节我以前一直是不理解啊 现在再回头看呢也是不理解 这里呢大神是给这两怪呢 一个左往右摔 聚到一起 然后呢就跟避手 可以看到这个避手之处的频率啊 是没谁了 最后再给一刀 全部打死 结束 另外一个小知识点啊 就是你在过画面的时候呢 手里有武器 可以加分 啊 那个大刀呢 加一千 避手能加这个五百 好 这里呢 往左一摔 然后呢跳过来 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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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那几个兵全脱步去了 这里往左一摔 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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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脱没兵了 只剩一个 然后这个boss呢 就看左边那个兵能不能一起 特该子 看这个摆拳节奏是真好啊 再见 你没看错啊 又是一波完美摆拳 拿下 好来到了游戏的第四关啊 第四关这里一出场呢 EP的位置非常好啊 EP的位置呢 是这个火 这些的火自然打不着的那行 所以说呢 不用再找行了 直接呢 一路后撤 来到了猪皮尔上 然后呢 背后无兵 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的背后无兵至关重要啊 至关重要 接着摆 接着摆 背后来兵了 往左甩一拳 然后这里这个铁皮 不好打拳 输出 直接呢 是打这个摔头 然后这里一个摔头 把这个右边的boss摔到左边同时 把左边的这个妹子呢 直接给他砸倒 不然左边这个妹子就这样了 哈板招 左边这个妹子呢 是有一手这个 往咱们背后跳的技能的 然后这个人物倒地啊 这个人物倒地的话呢 如果你不摇 这个人物的起身会很慢 如果你摇的话呢 角色起身会很快 这是这个游戏的一个 倒地起身 快慢的一个不一样的点 这个地方呢 很明显是脱兵战术了 反跳之后呢 直接反摔 给AB躲背让的攻击 再反跳 然后这里再AB 打倒左边的兵 再反跳 再反跳 可以看到呢 左边那几个大个人都脱没了 只剩下一个妹子 一个这个小妞 和这个胖子 两个人呢 没有这个脱过去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这个刀手迟迟不给刀 终于来刀了 打出刀之后呢 就不一样了 弄到右边之后呢 哭哭一顿刀血 一顿刀挡就完事了 如果是早早的就给刀 肯定会更快 可以看到这个速通啊 我基本做过这些 经典阶级游戏 对吧 这个大神的一个速通 他这个运气成分呢 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 之后咱们这里 继续来到电击处 先给这个boss 先给这个小怪 让个盗 等他们下来 来了 落地直接抓 扔到一起 摆拳 哎好 被对面打倒了 快速起身啊 因为你不快速起身 就速 快速起身 也要注意 不快速起身的话呢 怪会给你一个 导致追击 非常痛啊 这个位置呢 但是这个地图啊 被打倒了以后呢 不耽误时间啊 因为下不一怪 是按时刷的 你前面打慢了也无所谓 啊 这个地图的好处 这里呢 捡雷把攻击距离 藏着一个砍刀 然后这个雷 没扔到脚底下 没事 这里接着砍 等会呢 会有这个三剑客刷到 这里给一个反个 加一个抓头 换雷把小匕首之后 咱们来看啊 这个匕首的好处 像我前面所说的脱手 这三个盗客死了之后 马上就来boss了 必须要把这个匕首脱手 长刀是脱不了手的 脱手 然后过来 摆拳 可以 这个boss呢 只要你给他摆住了 他就死了 他这个摆拳 非常的快啊 这个应该是连发的一个摆拳 最后呢 算好血量 直接三点各岛 结束 干净利落且帅气 好 这样呢 进入了游戏的这个第四关了 这个 不是第四关 这是第五关了吧 一二三四五 第五关 第五关了 也是游戏的 倒数第二关 可以看到这个 所有的兵呢 也是啊 继续用这个脱兵战术 疯狂的把兵脱没 哎 这样的话 一大堆兵 只有三个兵 跟上咱们的节奏了 脱没的兵呢 就揍呗 对吧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好 站着右上角啊 让这个右下角的胖子 顶着咱们 利用这个角度 打背后兵 哎 这一波的兵的处理啊 高手风采 那是 显现的没什么破例 然后可以看到呢 这个已经打的 这个左上角 这个怪物 头像显示 都已经出错乱了 因为同时 计查的目标太多了 好 这里继续疯狂的后跳啊 后跳 前跳 这个地方别慌 往左一蹦 直接就拖走 两个大个都不用打 虽然说只拖出了一点屏幕 但是呢 就把它们拖没了 这地方疯狂给一臂 打滚筒 让滚筒快点消失 哎 这样不耽误时间 捡一口这个 Bire 啤酒 把这个Bire剪成之后呢 继续把所有的怪 都聚到一起 然后摆拳 漂亮 滚头 一打四 走 不缺这口夹血 直接前跳踢 反跳个 一个摔 一个AB 好 这个左边的Bire看看 能不能拖没 这一个砸家 一个拖应该是都没了 你看 太帅了是吧 还追上一个 我以为全拖没了呢 无所谓啊 追上了一个的话呢 跟着新刷的Bire一起打 但是还达忘了点时间 可以看到这个妹子呢 还是把这个 其他的怪砸倒了 实际上这个妹子 据说是 并不是真妹子 是吧 不过呢 无所谓了 咱不纠结啊 这个地方 这个拳击手 是比较讨厌的 他们会趁你 出拳的间隙 往上抓破点 好 这个地方呢 铁皮兵尽量摔头 这个之前 我看他们速冻的套路 这里都会用砍刀啊 现在呢 是换了一个 摔头的套路 也是非常的快速 基本上 B刚出就死 这里后跳 后跳 再后跳 后跳 再后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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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电话停 再后跳 全部脱没 只留了这一个快拳手 打了一个反摔 带AB继续脱兵 再脱兵 再脱兵 全脱没了吗 左边全脱没了 现在独孤求刀 给把刀 漂亮就是这个 不要吗兄弟 他没有刀 原来是这个刀离太远了 他是先把怪土都 再要新的刀 看啥 他的考虑 他的考虑 还是这里的刀柜非常多 怎么都会给一把刀 没有问题 高手的一个细节 还是细 最后这里的疯狂的 这个脑 疯狂的脑 然后跳踢 这里没用跳踢 打了一个脑 这个脑的输出 是比跳踢高的 而且这个游戏 有个特色 就是小兵 在这个屏幕的里边 屏幕外边 起身会非常的快 这里加选的 那种会吃 可以看到 这个大神 就是这个苏通 就是着急 就是着急 一路后撤 拖兵 然后来到观景处 给个AB 最后保证兵彻底脱眉 好 单Boss 直接反个 加一个摆拳 这个Boss 扛摆拳的能力 非常的够用 就是摆拳打的 刀还很低 当时你看他漏血的时候 就知道了 但是你驾步速度快 这大摆拳的速度 这太厉害了 这个摆拳 在这个屏幕之内 来不来兵 全是白死 而且最后血量的计算 非常到夹 一刷三点 正好Boss 除了流畅以外 你想不到别的字眼 对吧 这局呢 唯一的这个 小瑕疵呢 就是前面那里 这个 匕首换羊刀那一刻 目前为止 除了那儿以外 没有任何的瑕疵 匕首换羊刀那一刻呢 是匕首掉了 大摸的时间以外 这就目前为止 都是完美 非常地夸张 好 这位置呢 连续的这个中摔反摔 把三块聚到了一起 然后呢继续光速摆拳 这个兵还真不错啊 没有一个往右窜的 全剧住了 但是有一个兵 脱摆了 不过不影响 最后一起死的 走人 这游戏好啊 可以看到地球金端 它不像我之前 做的三国志恐龙快挡 会给你留一个 剪东西时间 你累剪不剪 敌人死了就走 这个对于速通来讲 是非常喜欢剑道的事情 好 出发 又是一堆胖子兵啊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位置呢 还是继续脱兵战术吧 好 脸 脸一背 直接呢 后跳 再后跳 一个反摔 这是一个 一个正摔 然后直接后跳 这波兵都不管 看来只有那个妹子跟上了 这个妹子看看 果然 两个妹子跟上了 其他的都没跟上 给了一个跳 防止妹子跳回去之后呢 可能要继续的 这个后车了 看一眼会不会后车了 这里好像撤不了了 再给你 再给你疯狂的一臂啊 让这个 投这个火焰弹的这帮人 快点死 好 剩一个兵 可以走了 继续后车 然后这里一堆铁皮兵 直接一个后跳 各加一个反摔 加一个一臂 顺道吃一口加血之后呢 继续再后跳 再后跳 利用滚弩弩弹 兵的同时 后跳到屏幕内 直接进门走 太流畅了 根本就不管这些小兵 能不杀就不杀 这是速通最大的精髓 好 继续再后跳 再后跳 一个正式外 一个AB 躲在那边攻击 反个破对面的跳腿 然后继续再后跳 一堆胖子兵 直接后跳 这里前跳 踢对面的滚筒 省着滚筒把自己滚倒 这里被兵控住了 给一手AB 吃一手加血 再给一个AB 继续后撤 再后撤 再后撤 可以看到目前为止 只有一个刀手跟上了 没事 给他一个AB 让他也跟不上 好 再后跳 疯狂的后跳 到地方了 再后跳 不能走了 逃无可逃的时候 咱们就杀 后边这个兵 赢下摆拳了 给他抓过来 后边这个兵 不让摆拳 给他抓过来 后边这个兵 给他打死 后边又来兵了 这个地图可以看到 就不得进了 是吧 这个游戏里边 最难的关 也是最会关 经常会左右刷兵 这个地方就是 赌右边的兵不过来 你看什么 这个速通 他也是得堵一些的 就像我所说的 运气成分 三刀手 不勒一趟 直接走 你乐啥啥 我就后跳 正跳踢 刻对面的滚筒 跳踢放脑 之后后跳 再后跳 屏幕全部拉过来 AB 这个妹子没控住 给他摔过来 这里呢 继续一个反摔 然后 跑了 这个 这个妹子 确实是烦人 在这个游戏里边 很脚 抓机会能力很强 还会主动让后 这里这个刀 很关键 咱们来看 这把飞刀 走 脑 再脑 再脑 好 来了 屏幕之外 起身快 让你起身快 扎死他 再见 好 来到了游戏的 最后一个场景啊 这里呢 是有一堵这个 兵种的一个配合 咱们这里呢 先来个前跳踢 在后撤步 后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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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到撤不了为止 好 开始这个摆拳 来 躲一下这个火焰啊 这个火焰弹呢 并没有被拳打掉 给你跳踢 直接收掉 继续往前走 换一行 换到最底下的行 来了 这是兵种的一个配合啊 这也是俗称的六大天王 是八大天王 有两个刀手 两个胖子 加上两个这个壮汉 加两个妹子组合 哎 这是船上的八大天王 也是这个最后的关 那比较难的一个地方 这里想聚兵拿刀 没聚上 这个地方是很有死亡威胁的 他要慢慢打 肯定是没事的 他闷快的话 那是很有威胁的 而且右边这个地图 血坑了 这个柱子呢 完全挡住了我方的动作 看不清这个 一个换卷之内的 敌方的这个动向 不过呢 大神凭借着这个 一个漂亮的聚兵 直接把这个小兵 全部拿下了 这家嘴都不吃一口吗 自信啊 绝对的自信 好就终莫斯登场 出门呢 把这个boss呢 拉到晚边 好拉到晚边之后呢 一个后跳 拉过来等着前跳 来位置了 上一线的一个摆拳 这样呢 直接把boss能摆死吗 咱们来看一看 大神最后的一个成绩 也是呢 提前感谢 走在风雨中 大神的一个表演啊 你们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我是本期的九州友好 喜欢我的视频呢 给我点赞 咱们明天 给我见赞 拜拜